日前顺棉花成员陆庚虚写新书怒放现身北京牵手 众多歌迷拍起长队等待又偶像面对面的机会 陆庚虚运量多年的以青春情怀为主题的同名电影 怒放也正是其导演除蜜座 手指导筒他便获得了众多圈内人士的支持 兼致藤华涛作证成为该片志愿保证 而多位一线艺人的加盟也让该片颇具看点 早前有消息称韩根也会加盟 可最终两人并没有合作 是因为韩根长得太帅了 因为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呢 因为有一些我的影子在里边 我就想找一个不要长得比我帅太多 对 韩根长得太帅了 出色影视圈的卢根绪还透露自己和搭档妙杰 在影片中都有出演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搭档妙杰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这场戏肯定要被删掉了 现场卢根绪还表示 今次工作中心会推向影视方面发展 下一部影片会再邀请妙杰参演作为补偿 很多人开始参与两年都未出专辑的水面棉花组合 是否会面临解散 现场卢根绪举否认 这个还不会 对 我们还有会 年底会有一个演唱会 对 会请很多圈里的好友一起来做这个演唱会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